早前,政府宣布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旅客可以来马来西亚免签长达30天 并且这项措施将在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生效 移民局总监拿督鲁斯林表示,配合中印两国来马免签的政策 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开设了14个新柜台 以让游客们来马来西亚旅游入海关时流程顺畅 他补充说,政府落实了签证制油化计划,当中涵盖了5项措施 那就是中印旅客免签长达30天 提供来马游客最长达30天的多次入境签证 提供长期社交访问准证长达12个月 延长来马签证达6个月,以及开放为期7天的复潮过境签证 同时,鲁斯林也指出,移民局刚刚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 以确保这些来马的旅客会在30天内返回各自的国家 这个特别小组将在每14天汇报来马旅客的出入境人数 如果该旅客会在30天内返回自己的国家 那么该小组将会对逾期逗留的旅客进行追踪